你老是人家放个屁都绷着你了 哎呀人家说句难听话 你就受伤了 你能赚到钱吗 我要的结果是什么 把货卖出去 把钱收回来 我管你说什么呢 反正我都把它当做疯 高手都是柔软的 你说出来我不生气 哎呀詹老师 你长得好难看呢 嗯确实是这样子 我自己也觉得长得不好看 所以我这么努力的工作 我知道我的脸指望不上 哎呀我看你长得就好看呀 哎呀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人 好幸运呢 你再攻击我 我再赞美你 我告诉你 遇到一个级别低的人 啊詹老师 你长得那么难看呢 如果我是一个级别低的人 我马上我就会怼你 照照镜子看看你 好看不好看 啊杠起来了 有什么用啊 没什么可杠的 詹老师 你穿衣服真丑呀 嗯确实是 我觉得你的衣品就特别好呀 哎你能给我推荐几件 好看的衣服吗 高手就是特别柔软 只有那些又臭又硬的傻家伙 才会杠 难听的我都忽略 你为什么受伤啊 就是硬呗 人家给你说一句话 甭戳住你戳痛了呗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假如你像棉花一样 你特别软 伤害你的时候 就不能受伤 结果提前 情绪退后 就是放下自己的面子 让自己变得柔软